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招文天下》节目中 官方首次披露了当前中国高超音速风动实验设施的建设进展 并首次证实JF2超高速风动已经完成了真空舱、实验舱和喷管的安装 并通过专家组的中期检验,该于2022年建成完毕 那么这个高超音速风动到底是什么? 它对我国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或其他航天设备有何用处?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我和当前最先进的风动实验设施 当然就是JF12复线风动和JF22超高速风动了 如图可见左边为高度 也就是说JF12模拟的是25至50公里高空 JF22则超过了50公里 并可达到100公里的空间交界处 很多人可能会奇怪前面那个JF是什么意思 英文字母JF显然不是减肥 而是激波和风动的首字母缩写 后面数字推测应该表示建成是个年份 因此F风动分别是2012年和2022年 那么我国的JF12和JF22到底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风动到底是干嘛用的 所谓风动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一个管道 往飞行机表面吹拂气流 模拟飞行器在快速飞行过程中 所受到的气流影响及姿态变化 与其外形或像一个吹空的洞 故风动之名由此而来 目前不管是飞机、导弹、火箭甚至复兴号高铁列车 亦或汽车 特别是把空气动力学运用到极致的F1赛车 都需要通过风动实验来测试其机体结构和气动布局 能不能设计出优秀的飞机 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你是否拥有合格的风动 当然设计一款赛车、一架飞机和一枚高超音速武器 所需的风动自然是不一样的 风动也分等级 表分为亚因素风动、跨因素风动、超音速风动和高超音速风动等几大类 难度自然也依次递增 前三类包括联合国武藏在内的多个国家都能够建造 那样做到高超音速风动的就只剩中美俄三国了 而中国的GF12和GF22刚好就落在这个范畴 高超音速风动之所以难 原因在于一款速度超过5马赫的飞行器在进行高超音速飞行时 极高的飞行速度将在飞行器的头部形成强烈的空行激波 而飞行器周围的空气将被这道激波加热到几千摄氏度 这样就会导致空气中分子内的电子运动、分子振动和转动激发达到更高的能态 甚至会出现解离或电离反应 使得周围空气变成一种不断热化学反应的复杂介质 这样这些物理和化学现象就使得经典动力学理论会在超高音速下产生巨大的偏差 可见风动技术进入到高超音速阶段 能否吹出高速已不再是评价其优劣的唯一标准 我在此前介绍东宏时期的视频中提到过 在2019年东宏时期的首次亮相一经出现就正常的世界 它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高超音速导弹 而其此前之所以能试射成功并顺利服役 GF-12高超音速风动功不可没 GF-12激波风动项目于2008年1月正式启动 耗资4600万元 2012年5月顺利通过验收 可以复现25至40公里高空 5到9倍音速的高超音速飞行条件 注意我用的是复现二字而不是模拟 好像很多人在新闻中也注意到了 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复现就是要求飞行器周围的气流温度总压 以及气体的纯净度都要与实际飞行高度的环境 保持尽可能一致 并且持续时间还不能太短 增口的直径还要足够大到 能够容纳全尺寸飞行器模型为最佳 环境时间尺寸缺一不可 除此之外还要控制成本 实际上如果每次风动实验的成本太高 甚至高过了实际发射一次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费用 那么这个风动也就是失去了意义 所以能把以上种种需求完美的结合起来 才能称之为复现 反观模拟简单来说 只不过是把以上诸多指标中的一项或几项模拟出来 这难度就小多了 与完美复现可是两个境界 还记得此前给大家介绍东风时期的视频中提到的 美国在试射自己的高超音速飞行器HTV-2和X51A时 经常玩神移消失不见吗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美国对临近空间环境的负现能力不足导致 可见风动技术能从模拟到负现实则为质的飞跃 单单吹出高速的风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各国就已经可以模拟出流速非常高的风动了 比如美国上世纪研制航天飞机时制造出能吹20马克的风动 模拟了飞行器载入大气层时的速度 但实验的空气成分却与航天飞机实际遇到的空气成分差异巨大 风动设计没有考虑到激波所导致的热化学反应 这使配平公角发生了严重偏差 这就是当时风动负现能力不足的表现 为了改进于是有了后来的Lens系列 而苏联的U12制作1956年建造的巨无霸风动 沿城的苏联一贯的五大三粗设计 高压段120米 低压段180米 真空段23米 当时就可以吹出20马克的风速 6马克以下的实验风速可达200毫秒 还不错 不过最要命的是其成本 风动采用燃烧驱动 致使气体污染严重 费用极为昂贵 按照现在复现风动的标准就不合格了 所以可见 JF12复现风动是在JF10模拟风动基础上 中科院力学所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除了高度和风速 JF12的有效实验时间提升至100毫秒 国外的同类型风动只有30毫秒 而且速度达到9马赫时 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 有完美复现25至40公里 高速运行下的温度和空气成分 身份方面 喷管直径2.5米 实验舱直径3.5米 这样 那个装在东风石机上的HGV 高超音速弹头 就无锡在座等北极缩小的模型 直接拿上去吹就可以了 可以说 没有JF12对临近空间环境的完美护现 东风时期还真的出不来 因此JF12先后获得了2016年度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和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就连美国人都把2016年度 AIA的地面实验奖 颁给了江宗林 要知道 这可是该奖项 设立40多年来 首次授予一位亚洲人 提到江宗林就多说两句 江宗林有一位伯乐就是于鸿儒 正是他在1999年 把江宗林从日本引进回国 组建了JF12研发团队 而于鸿儒院士 也是中国激波风洞研究的奠基者 从60年代的JF4直通行激波风洞 到JF8 再到1997年的 清氧暴风驱动高寒激波风洞JF10 所以说于鸿儒院士 也有过未来高超音速激波风洞的研究 打开了坚实的基础 而于鸿儒也有伯乐 而且还是两位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和郭永怀 两位巨老 我在之前东风十七的视频中介绍过 东风十七所采用的助推滑行弹道技术 这是基于钱学森弹道 而钱老早的1946年 就提出了高超音速概念 在1955年毅然回国 创建了中科院地理学研究所 而其搭档正是郭永怀 可见中国对于高超音速武器和风筒的研究 从一开始就人才积极 从钱学森郭永怀 再到吴鸿儒江东林 可以说一脉相承 英才辈出 尽管中国JF12的各项指标已超过国外同类公动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中国人觉得还不够 于是有了现在的JF22 2018年3月正式启动 将实验目标高度提升至50至100公里 速度最高达到30马克 可能很多人会奇怪 为什么新闻在介绍JF22的时候 只说它是超高速风洞 而没有像JF12一样 加上负线二字呢 原因在于完美负线的风洞 并非一蹴而就 像50至100公里这样的高度 更为人际罕至 特别是一些边界条件 更难以模拟 只需要发射飞行器 进行真实飞行 并将记录的数据 反馈给风洞后 不断改进而来 相辅相成 才能逐渐过渡到完美负线 JF12的成功 东风实际上的承波体弹头 想必也贡献不小 那么JF22建成后 能拿来做什么用呢 一个就是此前试飞成功的 胜利式火箭动力 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 特别是第二级 从太空返回入轨后 其高度和速度 就会进入这个区域 我在此前视频也介绍过 中国这个神龙航天飞机 是要依靠机翼滑翔水平降落的 所以拥有这一高度的 地面浮现能力至关重要 说JF22是为中国未来的 航天飞机计划量身打造 当然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 我在东风时期的视频中 也提出过 其承波体弹头 也可以装在东风31 或东风41上面 成为一款洲际高超元素导弹 这样其速度将会超过20马克 为了确保承波体弹头 飞行士的空气成分 温度和最终命中精度 只有5只9马克 复现能力的JF12 就无法满足了 JF22的出现 也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今后如果看到 有类似东风32 或东风42型号的导弹服役 大家可千万不要太过奇怪 之前有人留言问到 雪月日航空工业官方微博 发布的这个风动到底是什么 搞清这个 首先大家要了解 我国的三大风动群 一个是位于四川绵羊的 中国空气动力学发展中心的风动群 这个群也最大 从低速到高速都有 第二个是位于哈尔滨和沈阳的 中航空业集团的空气动力研究院 这边以地域司马赫的风动为主 主要进行战斗机等飞行器的测试 第三个就是今天介绍的 中国科学院地学研究所的风动群 主打高超音速激波风动 对 微博上这个贴文既然是由航空工业发布 自然就是第二个风动群 Rafael 51风动正式坐落在哈尔滨 看起来图片中是在进行一架 飞翼隐身无人机的风动测试 最后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各国 还有哪些高超音速激波风动 激波风动有三个种类 加热氢气体 自由活散和暴空驱动 刚才提到的苏联U12和美国的Lens系列 都属于第一类加热氢气体类 那这种燃烧气体的类型 一是污染二是昂贵 像美国的LensX的氢气消耗量 是GF12的20倍 这谁也受不了 所以美国后来就去搞High Plus了 第二类自由活塞类国家就多了 比如德国的HEG 澳洲的T3T4 中国也有就是早期的GF8A 最大的是日本的Hairist 于上世纪90年代建成 但活塞驱动技术最大的问题 在于实验时间过短 最大也不超过10毫秒 而中国的GF12持续时间 则已经达到100毫秒 而它采用的正是第三类 爆轰驱动的方式 本期视频的主角GF12和GF12 都是采用这条路线 除了中国之外 刚才提到的美国High Plus 也采用了爆轰驱动 不过比较各国风动的优劣 几凭媒体透露出来的一些参数细节 也只能物理泛化 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各国 能否用风动打造出先进的高窗因素武器 今年7月28日 美国最新型的高窗因素导弹 AGM-183A 由B-52轰炸机携带进行试射测试 导弹从飞机上分离 但发动机没有安全点火 遭遇失败 这已经是今年AGM-183A的第二次试射失败了 今年4月的第一次 导弹压根就没有从挂垫上分离 被B-52完整的带回来基地 AGM-183A是在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TV-2和X-51A项目失败后 一度被寄予厚望 并被规划为最先列装美军的高超音速导弹 但两次的试射失败 也使在高超音速武器上 苦苦追赶中俄的美国备受打击 其实美国早在2003年就有了宏伟蓝图 美国国防部和航天局NASA 联合提出了国家航空航天倡议 以高超音速空间进入和空间技术为支柱 达到高超音速远程攻击 两级入轨和轨道机动的目标 实现太空之霸 这听着怎么有点耳熟 高超音速远程攻击 这不就是东风时期吗 而两级入轨和轨道机动 这不就是中国正在进行的 两级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计划吗 这难道是美国给中国制定的蓝图吗 没错 作为美国的第一铁粉 中国率先实现了 最后印度 才比很多军迷朋友都注意到了 去年底印度发布了一条新闻 在其第四大城市海德拉巴 也造了一个高超音速风洞 号称仅次于美俄世界第三 把中国紧不去了 那么印度这个世界第三风洞到底怎么样呢 这风洞可模拟5-12马赫的气流 通过喷嘴出口直径仅为1米 先不说印度这个风洞能否得到刚才提到的副线 但喷嘴一米的直径就比GF12的2.5米小了不少 特别很多网友戏称为流速管 喷嘴尺寸为什么重要 刚才也说了 尺寸做的越大就可以直接上飞行器测试 而无需缩笔模型 但也不能做的过大 因为出风口越大 同等风量下风压风速都会下降 试想如果把印度这个一米的喷嘴扩大到2.5米 它还能吹出10马赫的风速吗 不过既然印媒已经高调宣称 它的这个高超运速风洞超过了中国的GF12世界第三 自然是信心满满 阿森说第三就第三吧 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由世界第三风洞吹出的高超运速武器 可以早日面试 好那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